对,主镜头没有给到,因为现在,噢,这波你刚才敢弄我,这个都弄,伤害很高啊,又要贴,噢,这个夹子,这个一起逃,什么情况,把毛车移到了半空之中,这个空中的夹,对,主镜头没有给到,因为现在,噢,这波你刚, 这个夹子,这个一起逃,什么情况,把毛车移到了半空之中,这个空中的夹,我觉得就是贝密这里,我觉得压力还蛮大的,这边他二杠零的一个翻语,哎,他这一盘,对对方的后排跟蒙多两个人冲进去,感觉势不可挡啊,是的, 好,开打了,开打了,这波要杀卢歇安,卢歇安人呢,来了,来了,来了,没提到,哇, vulnerability这是,但是这波常常 好,开打了,开打了,这波要杀蹼,对,还是很做怎么办,这波 sonny, voy a lot 避换线的时候选择了正常对线 这也太扯 诗子狗这个改 这样的话应该没什么 走得很早 对面应该不压 诗子狗过来 这个位置都跳到 有点尴尬 这里感觉要死一个了 确实是闪现一两个 感觉上可能是要死一个了 但是雷克赛也是赶到了 有没有机会把这个 杀了一个枪的 杀了枪之后再打雷克赛 雷克赛的状态也有点差 哇雷克赛也被狮子狗打死了 想先想起火 维恩但是 维恩点了一个灯笼之后 逃到后方 点不到这个维恩啊 这片i7反而炸了 确实闪现过来 也是留住两个 感觉 绝对是开心的不行 狮子狗抓上下两路 如果能利用那个草丛 往这边跳的话 那肯定就很容易成功 如果跳不上 对方的那个维恩 可惜被一个灯笼给救走了 导致那个维恩也没死 这波我感觉牛头要挂了 哎呀完了 闪现Q 这边的雷克赛也是在的 先杀谁 好像能先杀牛头吧 要被集火了 要被高住 还要让头 让给维恩 我们这个基石天赋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基石天赋的 很重要 这个我们是看完全看不了天赋的 这波节奏有点上哎 那狮子狗 这一波是利用石头人叠了一个五星过来 从后面绕过来没有看到 这一勾如果能中的话就有了 怼上去先往过来直接溢啊 直接溢到然后两个都是溢 但是一勾是个垂实的 能拿就不错了